这门课的课程名称叫智慧已经手机的程式入门与开发 那这门课其实非常非常的新 你在外面要上这样的课程 基本上很 应该很少 一方面也很难 再来就是很贵 那所以这门课其实会开在这里 因为我在老公道理也服务了 明过89年到现在 超过十年了 那对这边其实有一定的 这个叫一定的情感 那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也都希望说把一些新的课程在这边先开设 那其实我在这方面的教学的经验 应该算是丰富 不敢说相当丰富 各位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了 那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相关的证照相当蛮多 其实我会把累积证照当成是一个进修的管道之一 而且也是证明自己专业能力的一种方式 那没有说一定是非常绝对的 不过我至少我觉得说像我去年考了 你觉得有的证照 再来教这门课 我会觉得更得心逆手 而且至少你坐在考场里面可以通过 那是不简单的事情 因为那程式码都不能 不能带进去给你看的 没有东西给你参考 你也不能上网 还要查没有 你要把程式码从而来背下来 那那个没那么简单的事情 你将来当然 我会觉得说你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那其他相关的经历 光去年一整年 你这一方面的课程 就至少研习啊 课程至少实机场以上 所以这方面的经验应该是 算是丰富了 从像一般学校端上里面 像甘江志工系 至少就开了两个班级 一个班级都三十个小时 他们志工系的那个学生 那也是要学习 Android 就是作用手机的程式开发 然后之后会有考一个证照 那另外还有像佛光大学 东南科大 华夏 崇佑 还有名传 还有像德明 德明基督学院是年前上的课 那对象有老师 还有学生 都有 那因为其实这门课程真的太新了 很多资讯加工科技老师 他们不见得很快的可以跟得上 所以他们也很需要 呃 有个第一个 能够教他们怎么教 第二个呢 他们也需要有业界实务经验的老师 可以协助 那这方面我至少都还算有 不敢说非常丰富 不过我觉得这方面可以给他们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收获 他们这方面其实 所以很多学校老师都很喜欢找我去学校帮他们 因为现在教育部有一些专案是 就是业界专家协同教学 去帮老师做一些实务面的相关的这个协助 那另外呢 一些学校也找我去当专题的评审 那个资讯加工科技的那个专题评审也找我去 那目前啊 现在在一些学校好像公務员之实践啊 也帮忙监任一些课程 监任助理教授 那还有像东南科大 德明等等的业界专家 还有公务人员宣言处 他们正对公务人员上一些课程的讲座 那自强基金会还有我们这边 那还有十一电脑 就相关的 那当然讲到证照 这个可以提到也蛮多的 培养蛮多证照达人的 所以我学生里面很多都是 证照章数都超过七十章的 很多 那这个好处啦 我这些学生还蛮 应该说还蛮蛮不错的 很多时候可以寫出我很多东西 我说有些东西我做过来 我的脸书上